香港國際機場登基橋倒塌事故 骨折手傷操作員仍留意情況穩定 而機管局已暫時停用部份美橋進一步調查 登基橋倒塌事故後 機場大部份的集口停用美橋部份 乘客想下機要用頭橋 即是要穿過頭等又或是商務艙 有乘客希望機場方面全面檢查登基橋確保安全 事發在星期日傍晚 機場71號閘口的登基橋尾橋突然倒塌 一個操作員受傷 事故亦令到一架國泰航機的機門扯斷 國泰說飛機仍然需要幾日去維修 機管局就說已經完成檢查部份的登基橋 沒有問題的已經重開 現在機場總共有109條活動登基橋 它們分別來自三間的製造商 無線電視記者吳玉行報道